Between them, they paid an enormous amount of protection money something like a hundred thousand Hong Kong dollars a day to the police I just knew he was the head of the 14K and he said, Gogo says if anybody touches you or touches this place, we're gonna doom 上世紀六十年代 可以說是九龍城寨這個山不管地方的黃金時期 城寨之內多過黑幫盤據 經營各式各樣的黃、賭、毒 等的地下活動 在這個黑暗的石屎迷宮裏面 充滿著毒犯、導遊、妓女、嫖客、賭客 前途入來的罪犯 以及各山頭的黑社會分子 是當時龍蛇混雜的狗犯之地 一般香港人都不敢默默然走進城寨 但是當時一位單身的年輕外籍女子 潘小姐 竟然赤手空拳地搬進去 甚至青年人 差不多都是黑社會 城寨內的黑幫最初以為他是外國派來的間諜 但是後來連黑幫大佬都竟然加入了這位女子的社團 哥哥說 如果有人觸碰你或觸碰這個地方 我們會殺死 數以百計黑幫的分子和導遊 都紛紛加入這位女子所創的社團 到九十年代 城寨被清拆 改建成九龍寨城公園 原來也特別擺設一個石風紀念這位奇女子 究竟這位奇女子 在城寨之內 創造了什麼傳奇故事呢 在繼續之前 請大家給 Like 訂閱 和今天的通知小鈴 謝謝 1966年 年僅22歲 剛剛在英國王家音樂學院畢業之後的 Jackie Pullinger 人稱潘小姐的潘寧卓 為了完成她向海外宣教的資源 就買了一張能夠去到最多城市又最便宜的船費 由英國出發 漫無目的 輪船經過了很多國家和地區 當到達香港的維多利亞港的時候 她就覺得香港這個地方就是她要到的目的地 於是她就留在香港宣教 當時她沒有任何宣教機構支持 孤身來港 無人無物 身上只剩下8英鎊 相等於當時的100元港幣 只能夠在香港好省健的捱到一個月 後來她在九龍城寨一間小學 找到一份教音樂的工作 她也搬入了城寨那裡住 而城寨就成為她在香港宣教的地方 從此 她的餘生就和九龍城寨結下不解之緣 以下是潘寧卓描述當時的九龍城寨情況 《1916世紀》強調查 《1916世紀》中等級和小狀家 從小狀家中等轰人 從小狀家中等級和小狀家中等班 兩者和小狀家中的延伸 他們不應該在這裏 但卻都頗為在商業 保護者、賣賣墊、青藝影廳 突然發現哥哥和14K在整個地方控制 在這個時期 連城寨內的一些七、八歲的小童 都少不免與黑幫扯上關係 幾個年輕人都在很年輕 一些人開始發出發訊息 當時七、八歲 他們用了快刀刀去或槍刀 或後來他們用了毒 因為警察被困難過小小孩 之後很多年輕人都想著了 想問什麽就是什麽這裏 這裏的黃色我帶給我的大老 可能我試一下 在這裏充滿敵意的環境下 潘苓卓也嘗試以他有限的廣東話 向這些導遊說教 為宣教他在城寨開了一個青年會 叫做水園 向寨內青少年教音樂、英文和傳福音 最初城寨內的黑幫對潘苓卓開青年會 都沒有戒心 可能認為這位外籍的年輕女子 對她們沒有殺傷力 或者有益做外國人 因為這些黑社會人 如果你是男人 中國男人 他們會想打 因為這裏是他們的地 但是他們太酸女人 所以不要麻煩我 來自英國中等家庭的潘苓卓 他怕城寨內的老鼠蟑螂 更多於怕黑社會 在這麽惡劣的環境下 他開設的青年會 有越來越多的街坊參與 不少導遊因為接觸到他的福音之後 還解毒 於是引起城寨內黑幫的關注 因為越多導遊戒毒 毒販的生意越少 於是黑幫中人就開始搞潘苓卓 近傳出他是外國派來的間諜 我有一群人 在我身上 他們在年輕盃的戰鬥 他們撕在窗外 撕在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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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知道 為什麼這事發生 潘苓卓第二天 哭了一整天 不過他憑著他的信念 繼續營爛而上 The next night I stood at the doorway frightened I mean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beaten up but I was frightened being rejected because I spent all this time with these young people and I knew that it was my friends who'd beaten up the place So I heard about from our elder brother GoGo I want link to them If you don't believe Jesus OK It doesn't matter you coming out you fighting just Don't make Jackie sad So this stranger appeared and he sort of lolled against the door and I said who are you and he said GoGo sent me and I said well why because up until that time I'd never met GoGo and I just knew he was the head of the 14K and he said GoGo says if anybody touches you or touches this place we're gonna do I refuse his offer because Jesus is looking after us and he said cheesee because his rank in the triad society was a 426 which meant that he controlled the fights he was the fight fixer and he knew it wasn't Jesus controlling the streets from this from this 三合会 426 的紅棍人物 每晚就來到青年會 的門口 康護著潘小姐 他們 而潘小姐就趁機會 跟他講耶穌 而這位426 本身都是吸毒者 他嘗試介過很多次 讀 但也不成功 但有一晚 就被潘小姐 說服了他 入青年會 一間房間 嘗試用福音 解讀 他開始咬 他的頭 出口 是不成功 他不成功 但他聽歌曲 通通道 然後他開始祈禱 來 聖語 然後他開始祈禱 然後他開始祈禱 但他開始祈禱 通道 我還沒說了 這個事 半分 半個 半分 他的一半分 謝謝 神 我 能替我 成功 這也 甚至影響了老闆家的老闆 名字是郭郭 即是大兄弟 他把我看見了其他人 他也變成了聖書 所以他把他把他拿到其他人 這已經過了一段時間 潘寧卓的青年會 因為得到城寨內的大哥照著 就有越來越多人 嘗試來接受他的福音戒讀 他更加租多幾個單位 收用來戒讀的人 也開始多了義工來幫忙 此後他一直在城寨服務和宣教 後來他的服務更加外展到城寨以外 在港九新界多處設立幸福營 引導無數的吸毒者 妓女和怒宿者從獲身身 有些人我們談一年 已經可以給他們特讀屋 我們陪他們看醫生 或者福利會這些過局 至於他們的解讀方式 是不用任何藥物幫助 而是採取信心治療方法 即是以師歌祈禱 加上強烈的宗教信念 去克服毒癮 據稱由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今 已經有數以千計的 吸毒者透過潘寧卓的組織 解除毒癮 當中亦有不少人 因而受診成為教徒 甚至牧師 36歲的史提犯 吃了十七年白粉 被警察抓過十四次 坐過九次監 以前專門在街邊劏死牛 現在就變成在街邊服侍人 他試過很多方法解毒都不成功 後來有朋友介紹他去潘小姐那裏 生命就從此改變了 我們是一個食法粉 在這個世界人都當作死人一樣 當我們是一堆垃圾 但我現在有個時間可以去做這種工作 覺得我自己已經是最滿足的一件事 所以我看潘小姐就是一個 我很欣賠的人 如果你不是遇到潘小姐的話 你認為你現在會怎樣 我可能死了 可能我一針 發針已經去掉了 潘小姐的時職在八十年代 已經受到社會的關注和認同 有部長稱呼他為港版的德蘭修女 1981年他又成立了聖事提婚會 在香港不同地區協助吸毒者和妓女等 1988年獲港英政府攀陣MBE分合 1991年香港大學向他攀發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1997年莫政府批地在沙田阿公角山上建立城門資源 以加社形式協助不同類型的問題青年 二年八十歲的潘寧卓 仍然居住在香港 和團隊一起主理姓氏提婚會 幫助香港和東南亞多地的貧窮人士 現時在九龍寨城公園中 這座泰湖石亦命名為潘寧卓石峰 以表揚這位隻身深入曾經是狗犯之地的城寨 幫助過無數道友、妓女 甚至三合會分子 從獲身身的一位專棋女子 I had to be Jesus to them rather than say the words and that of course would mean things like somebody had no money maybe giving them money or no food you'd give them yours or no house they could sleep in yours or if they had no job it would mean finding them a job or visiting them in prison or walking an extra mile and giving your own clothes in fact sharing your life we are in for the long march not the short trip 是非解密Patreon之後台開咪有了新節目上架 香港黑社會文化演義系列 當時有12個公投組織起來 這12公投很多時候在一個地方開會 在一個地方的和記客棧 成立了一個工人自助的幫會 和成哥不知不知道 Huttrickson Inn 不知不知道就是在那裡 就在現在的和記大廈 Huttrickson Inn 這個12個小幫會成立了 合稱這個 他的頭目叫做 老歪十二王叔 我們沒有入小說 好像滿清十多人 還有這個十二金叉 什麼十二什麼 彈中學的十二女 女子十二學方 以前也有老歪十二王叔 這個名字都挺有趣 我挺喜歡的名字 很廣東 這個國有緒號的就是 方會首領 有馬丽王 方萬仔 豆皮妹 大眼星 尖不甩 聰仔 圓陀陀 仙生多 矮仔粥 匾塔塔 陀杯華 奔麻財 這些好像十兄弟裡面的角色 是的 哈哈哈哈 當中有個首領 十二金鋼 十二金鋼 只有些刀神 當中有個王立陀的第一位首領 這個首領 由十二位小幫會頭目選出來 這個人叫做萬宗 人稱為歪嘴皇帝 萬宗有個萬宗傳奇 大約是萬的 因為他的眼睛 負盲眼合成一線 好像萬宗 花名叫做萬宗 只要加入 在影片下面 按一按個超級感謝 鍵 Superfans 就可以作出單次性的打賞 此外 也歡迎 點贊 留言 分享 有助提高本頻道 在YouTube的曝光率 有空的話 請看廣告 又或者加入 嫌妃解密Patreon 就可以解鎖 所有私密財蛋 以及瀏覽 資料豐富的 嫌妃X檔案 還有可以收聽 所有完整版的 後台開咪節目 知道更多解密的資訊 當然